40栋大楼人口操有称 河堤社区寓意店面抛诸售仅10店 新冠肺炎疫情重挫百业 抛诸代售店面一堆 对高雄这个社区来说 仅有10处店面高挂诸售堪板 有南台湾小天母之称的高雄河堤社区 由40多场大楼所聚集 多数屋林介于18至25年 范围位于名城二路以北 天翔二路以南 名泉一路以西 爱河上游以东 爱河两社的绿地称为河堤公园 面积约1700平 区道有名堤鼎泰公园 河堤社区算是全台知名的社区 有小天母之称 居住人口大约3万人左右 附近的生活机能完善 采买机能也非常的便利 生活圈林进文藻外语大学 然后这边有河堤国小 旁边有河堤图书馆 整个河堤社区来讲 以河堤公园主轴为发展 整个绿带运动休闲都非常的棒 沿线有特色餐厅与异国美食 也有全联可采买 立民逐路有大热量饭店 及越城广场等生活机能 附近百货一条街 附近周边有四间百货公司 这个地方的生活的便利心 不管是大热还是名人路 还是名城路的商圈 甚至到玉城路的商圈 不管去龙十六美术馆还是龙种 都算是核心地带 苹果新王委托侨富建金 统计区断各类屋林房价走势 从新屋到中古屋房价 今年仍创历史新高 成为高雄保值抗叠代表社区 因为它是属于置办中华 所以过去的像林宇啦 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开发商 在一个地方推案的品数 都是属于中大的换屋课程 合地社区其实不大 所以这几年它的推案 其实大部分都是四五年推案 所以第一个需求量 很大的情况之下 供应量却很少 这里的居民数值高 多为医生律师老师或公务人员 住宅品质成为高级住宅区 租屋需求非常的多 也因此嫌少有失出 或是一失出就被抢光 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区域 那其实目前市场上来看 在招租的物件不到失户 那以这边的新屋来讲 要租到两万块以上 到两万二其实都不难 那中古屋的话 大概都有一万五的行情 两房大概两房带车位 也许可以租到两万出头 那三房可以租到三万块左右的一个行情 店面来说因为疫情 而暂缓歇业的不在少数 带租带售的量却不多 河堤这边它的业种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在补习班还有餐厅 那由于现在疫情的关系 这两个行业都不能营业 所以看起来人潮会稍微比较稀疏 租金的部分我们看来 目前还是非常的保值 它的波动并不大 主要是这里的住户还蛮多的 所以说它有一定的支撑